而指望港股後市方面,人行調高了外匯存款準備金律去壓制人民幣短期升勢過急 不過我們認為人民幣中期的前景仍然穩健,因此港股反應不算太大 而資金近期都流向一些權重的科技股份,亦為恆指帶來支持 不過整體的成交量沒有進一步改善,這方面會限制港股的升勢 恆指下一個技術阻力位會在3月中以來的高位29,600點 港股通星期二的淨流入增加到53億元,其中淨買入都集中在騰訊和美團 而淨賣出就集中在中移動和小米身上 騰訊的短期阻力位會維持在100天前,大概在646元的水平 而另一方面,油價創了兩年新高,美國上市的石油股表現做好 投資者都可以關注在香港上市的石油股,包括中海油和中石油 今天的股推介會說回蒙牛2319 蒙牛是中國漁業兩大龍頭之一 公司計劃透過鮮奶、芝士和奶粉等現有業務的快速增長 目標是未來五年將收入和盈利上升一倍 而另一方面,中國的原奶成本在今年頭四個月錄得一乘四的按年升幅 預計都會對這類的漁業股份帶來一定的成本壓力 不過公司將會透過提升這個產品組合以及降低銷售費用 去抵消原奶價格上升的壓力 而且達能完成出售持有的9.8%蒙牛股份 都可以消除相關的不明朗因素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五十一元,指示價是四十二元 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 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級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學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 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 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負責不負責 請起訴 請起訴